不到150天 体坛年度盛世巴黎奥运即将登场 为了达到绿色奥运的目标 除了95%沿用旧的场馆外 筹办单位还回收塑胶 制成11000个观众席的座椅 至于选手村 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准备接待2万多名选手 从空中鸟看 许多选手村的屋顶都安放了太阳能办 但是走进屋内 却让一向住在舒适圈的国家选手们 感到不安 因为屋内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冷气 筹办单位表示 木制地板下有冷却水管 夏天时会注入设施 11度到14度的冷水 让冷水流通整栋建筑 让地板温度下降 间接降低室内温度 却让地板温度下降低室内温度 可以降低室内温度 可以降低室内温度 设施42度 而刚过去的冬天 确定是个暖冬 不仅滑雪国度波士尼亚热到没雪 欧洲气象组织也表示 2024年的1月是史上最热的1月 而且打从去年6月起 每个月都刷新了当月史上最热的记录 照这个趋势 巴黎奥运恐怕将面临酷热的夏天 目前希腊和澳洲已经表示 到时候将自备空调和电扇 让奥运选手们睡个好照去比赛 华视新闻综合不到 您好 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